在為期兩個多月的三級幾件當中 台灣的零售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不但成為了最需要被紓困的一方 預估年營業額年僅了4%到7% 甚至餐飲業的生意更大砍八成以上 有人撐不下去 直接關門 倒閉 但水能在舟 亦能覆舟 還是有人在逆風當中找到了一線生機 有一個銅鞋的老闆在最艱困的時刻 他努力轉型 賣起蔬果求生 至少補回了三成的業績 另外還有一名年輕在地女公務員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當中 心心念念的 就是希望幫助店家 把疫情的困境翻轉為重生奇跡 上午11點 崇洪瑞的店開門了 這是雙北最大的通鞋連鎖專賣店 但崇洪瑞開門後的第一個動作 並不是整理鞋子 整理鎖果的背景是一整面銅鞋會味 坦白說 這樣的畫面很突兀 但這是陳洪瑞一個月來的日常 因為疫情下了三級警戒 把這家銅鞋店逼到了生死邊緣 但你想不到的是 他們只花十天 就從賣鞋子轉成賣蔬菜 所有其他生鞋要上車的是 這個東西 這些是 其實我們到疫情前 就是我們的全盛時期 我們有十家門市 那一年的話 鞋子跌下來可以有100座左右的101的高度 其實從5月15號爆發疫情的第一天 大概就只剩下原來業績的三成 那到第三天的時候 就是連一成都不到了 一成都不到了 對 會慌嗎 那時候 慌到爆炸 疫情下沒人買銅鞋 陳洪瑞短短一週就有燒掉70萬 旗下的35位員工還得靠他吃飯 於是這位74年次 有兩個孩子的父親在床上 躺了三個小時後 誕生了賣蔬菜這個點子 那在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很多家的孩子不能上學都在家裡 那但是這時候呢 如果要去市場採買 又很怕是不小心從外面 帶回了那個病毒 那所以在這個之下 我覺得其實在 蔬果配送這件事情 它是有需求的斷裂 我們來做這樣的蔬果配送 給我們原來有4萬多的會員 整段話最重要的 就是最後這兩個字 會員 4萬多的家長 成為這家銅鞋店 賺新最大的基本盤 於是10天內 陳洪瑞做了三件事 第一尋找供應鏈 來自他跨業社團的蔬果盤商 第二只和房東談一計的降租 用來支付員工薪資 第三 每天寫一到兩千字的心得報告 傳到公司群組 說服員工做出改變 但當真正跨出了那一步 挑戰跟著來 因為他們跟同學截然不同 同學是不會容易腐壞 他就是確認了他的材質有沒有壞掉 但是蔬果其實離開了土壤 他分分秒秒其實都在萎縮 再來就是當我知道了 但是員工並不一定理解 那你曾經在這一個月當中 送過這碗的時間 下半時間是幾點 我們送到有一天下暴雨的時候 我們可能送到晚上10點 因為有一些地方有淹水的狀況 當然就是沒有人希望自己努力了 八年的成果 就因為一個疫情就全部化為烏有 所以就還是得想盡辦法 就是即使做到了最後一刻 就真的不行了也願意 也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選擇放棄 如今一個月過去了 一台車7間店35位員工 聯手讓這家輸過銅鞋店業績 彌補三成 這是一個在危機下 只看擁有不談失去的故事 下一個例子我們告訴你 如何把失去的走回來 那我們現在12點鐘放上的這個 就是雲水圓環 右手邊路易莎旁邊的這個 算是百年的老餅舖 那我們這邊的參旅業者蠻多的 所以這一次受影響也是蠻劇烈 陳湘瑩28歲 她是嘉義市府的小公務員 這一天她帶著我們拜訪攤商 事實上這也是政府大同 宣布三級警戒這一個都月來 她每天的工作 在嘉義服務業佔了七成六以上 採訪當天 我們看見本蓋熱鬧的街區 冷冷清清 這是最壞的時機 沒人想得到 這位28歲的小公務員 卻能借著逆風打出一手好牌 關鍵在網路 嗨 戴森 哈囉 夏琳 你好 嗚 好香喔 因為疫情 這家米餅店已經一個多月沒開門了 但機器卻轟轟作響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要賣給上門的客人 而是要銷到馬來西亞 原來在疫情下業績歸零的伴手禮市場 陳湘瑩串聯成是15家中小企業 四組嘉義隊 透過國外線上穿展 把他們失去的業績從海外賺回來 其實從5月初我們的萊克樹 就直接向雪峰似的下降 他們提出說 要做一個馬來西亞的線上展 然後把業者帶到國外去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就像是一個很溫暖的訊息 原來我們的商品 其實它可以有外銷的能力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增加了一個活路 增加了一個通路 如果說是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 東南亞的展 你少說去一次就是500萬就噴了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可以線上轉型 然後可以參加這樣子的線上展 這是怎麼算嘛對不對 上午三點 這家擁有16家門市的連鎖西點店 19名員工一天都幹出2萬顆麵包 原本主打的伴手禮內銷市場 因為疫情 七重業績歸零 對15年資歷的業育生來說 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時刻 必須得想想辦法 現在疫情的關係 客人也不上門去購買 人家也不送禮了 客人不上門 我們就是要主動去尋找客員 根據經濟部統計 在疫情三級警戒管制下 服務業純海嘯第一排 零售業預估年減4%到7% 餐飲業更慘 年減達到3成以上 以內銷來講 其實我們業績剩下不到兩成 今年變成就是內銷直接歸零 像有時候我們上班一整個禮拜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像這樣 當以百貨和休息區為主的 伴手禮市場被疫情壓垮後 這家由三姐妹經營的店 被逼得也得跟著時代長大 應該是說我們曾經有想過 但是沒有想到它變得這麼的重要 對 因為其實這幾年 在網路上面做銷售 其實包括那些什麼淘寶 蝦皮 種種 已經總統到現在 其實它都其實是一個 所謂的趨勢走向 只是那時候沒有想到說 竟然還會變成到一個 所謂的線上展覽 更沒有想到說 我們可以利用線上作業來做外銷 嘉義非六都資源非常稀缺 可是呢 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小城市 你做出一些擾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被看見 口罩之下 日子誰都不好過 直到現在 這場屬於台灣的延長家屬賽 還在繼續 但我們看見 面對疫情 想求生 是弱者的藉口 這些人不自求生 還要求生